光是又能平穩 骑上独轮车就很不简单 就是很难维持平衡 你下踩然后上身体往前 不要叫啊 可以吗 就只要你只要拼一秒 它就会直接倒下来 不管是单人独秀 或是团体合作都很精彩 就是越练越有兴趣 因为你只要经过那个坎 你就后面就练得很快 然后练完就会感觉 越练越有自信这样 学校另外一个强项就是跳成 学校推广民俗体育多年 成绩亮眼 不止各大比赛 奖杯拿不完 还常常硬要到各地演出 在它的节奏感 体势能 空间感 这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 练到那个要去补习的时候 我都会忘记要去 就一直练 一直练 一直练 九二一大地震时 校园三分之二全岛 四季元建 一年左右时间 新校舍就完工 整个环境呢 教学区跟活动区 动静非常的明显 让我们在很幽静的环境中学习 那在很宽阔的场地中活动 校园空间广阔 采光通风很好 都快二十年了 校舍毅然兼顾 未来也会继续陪伴 一届又一届的孩子们 一起追求梦想 谢谢大家 大新闻 江军令新红 李岳伟 台中报道